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就是一宗關於ivshow的奇聞 ViuTV終於播放了COLAR的綜藝節目 即是我們是COLAR 講講第一集發生的事 第一集中的節目除了播放成員的心目歷程之外 更是公開了女團的經理人Wing 在總決賽後跟高層經歷了6個小時會議 來決定COLAR成員的名單 由於總決賽中 Marf就是贏到冠軍 阿餃就是亞軍 阿Day就是貴軍 三甲直入女團 之後入圍的順序就是Candy Winker 蘇晴 尾爾就是心靈 這個時候 經理人Wing分享 一開始女團的人數 設定是7個人 至於是否有第8位成員加入呢 亦是當時很多位高層討論的問題之一 經過多番的討論之後 最後決定邀請ivshow 加入成為COLAR的第8位成員 Wing終於完成了 心目中最完美的名單 即是現在出到這個 Wing透露ivy 是當時花費最多時間討論的參賽者 因為有人覺得ivy show 就是不漂亮 唱歌跳舞的能力未夠 ivshow 出道之前已經有著很高的人氣 這個成為了Wing堅持要加入的原因 因為他當時只是telegram group 已經是萬二人了 現在好像不止 我看到我也有入了 他認為ivshow擁有明星的美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支持者和人氣 其實我覺得除了漂亮之外 最重要是他的感覺 因為他開Live的時候 他那種正能量是令人舒服的 所以呢 他認為ivy應該在女團佔一席位 我剛才都說了 這一宗是一宗奇聞來的 其實我都幾意外 對於這一件事 那有什麼意外呢 ivy show 在這個《全民造星4》裡面 是人氣超高的啦 幾位參賽者 就算不是第一 都起碼頭三名啦 因為我記得他和阿低的人氣都很高的 居然要討論給不給他入團 這個已經是荒謬啦 屌你老是否弱智啊 還有 你說他唱歌跳舞不能夠 那些高層可能覺得 唱歌跳舞馬馬馬 我覺得合理的 他在那個決賽那裡唱這個物念 是搞不定的 真心搞不定的 雖然感受到ivy show那份感情 作為一封家書 給一些疑了文的香港人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OK 我欣賞的 但是那個歌唱技巧 確實是有待改善的 而他跳舞上面 亦是很明顯有一個很大的進步的空間 不過我屌你老母 醜在這個世界居然 會有人覺得ivy show是不漂亮 什麼東西啊兄弟 你看開什麼女兒啊 ivy show都不漂亮 我阿澤說的 得罪人都沒有辦法 這件事 如果ivy show都不漂亮 這個世界沒有漂亮 我說的 屌你老母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是哪個高層 覺得他不漂亮 屌你老母 有眼疾呢 去驗眼啊大哥 你驗一下是否有白內障 還是快要猛啊 屌你老母 真心 我承認ivy show的樣子 不是我喜歡的美女樣子 他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我喜歡的樣子 我舉個例子 譬如黃志文 譬如Hasel 或者朱欣那款 但是 當我看完那個補抗力的廣告之後 那些廣告照 或者那首廣告歌 我都忍不住說 原來一個人 可以漂亮到這個樣子 而我的拍檔 Henry 平時 我發出美女照給他 Henry這傢伙 都會說什麼一般課式 又說什麼基本東西 扮高要求眼角高 我都很理會他 但我這位兄弟 他一見到ivy show 補抗力那輯照 他的形容是 此品至應天上有 是一個多誇張的評價 我覺得他這個形容 聽上去真的很誇張 但其實 亦都是相當準確 屌你了 沒有ivy show都說不漂亮 那哪個漂亮啊 神經病 所以這件事 對於我來說 是一件奇聞來的 都很幸運 雖然有某位高層 眼睛有些事 但阿Wing的眼睛 都是正常的 是雪亮的 沒有眼疾的阿Wing 如果不是 就未必有機會 看到ivy show 在不同的MV裏面 發熱發亮 我都是相當感激 幸好阿Wing 夠誇張回來 慢回來 如果不是你那些高層 我不知道哪個誇張 狗不誇張 答白 屌你老母 科誇張還還 什麼誇張不漂亮啊ivy show 你吃開什麼誇張女 我不知道高層是男還是女 吃開什麼誇張女 你看開什麼誇張女 ivy show都不誇張 所以這單就是奇聞 我想是我做這麼久 娛樂新聞以來 是最懶奇的奇聞 ivy show不漂亮 拗了頭 今集分享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